打破不景氣 台塑四保2015年稅後盡力 突破1458億獲利翻倍 让台塑工会14号北上总部 会面总裁王文渊 台塑集团总管理处总经理王瑞宇 也亲自出席 二度召开薪资协调会 因为现在这个 大家的气氛就没有很好 气氛不好 那总裁说他气氛不好 那也谈不下去 所以今天的结果是 我们讲难听 也就不翻而散 二度协商工会依旧坚持 争取实质月薪调幅4.5% 双方还没达成共识 但对比台塑年年加薪 看在华航空服员眼里 却是好羡慕 交通部一起来 上百名空服员高举标语 就是不满公司公使计算等 劳资纠纷 工会上街抗议 但现在却传出公司秋后算账 工会干部遭到大过陈储 甚至被开除 华航回应确实有收到 工会干部人凭建议 资料送审总公司 但强调三人仍在职 不过劳资协商已再破局 工会不排除将在暑假 发起罢工活动 选在出国忘记 空服员发起罢工 势必将影响航班营运 但航空业一再传出过牢 恐怕也重创 公司形象 东森产新闻综合报道 消防部放任 初下 公司公监 港部总部